大家好我是西瓜 今天说的是大和乌小最近更新的 柯南海外吃风版1158级的原创案件 一团重重的2000万日元 这个案子的展开还挺有趣的 至少让我对走向产生了那么一点点好奇 这天毛利在事务所里用浏览器检索 棉花艇的盗窃抢劫案 一边搜一边感叹 那肯定是一笔抢来的钱 原来三个小时前 死人家接到了一个委托 这单是上门服务的 委托者是一个女子叫阿美 而大事人已经先走为敬 是她的丈夫 我们叫她庚哥 原来阿美的丈夫庚哥 三个月前因为交通事故去世了 而阿美在整理她的遗物时 竟然发现了一大坨现金 那是由2000张1万日元的纸币 组成的整整2000万日元 阿美并不知道这笔钱的存在 担忧之下便请来了名侦探 调查调查钱的来源 米花市民真是什么事都不指望警察 一个地方侦探丛生 侦探也蓬勃发展 必有她的历史原因 阿美解释 这些钱被发现时 是用报纸包着 放在壁橱的深处 好家伙 这就算不是米花 也很像是脏款 阿美表示 如果真是庚哥用不当手段获得 他会立刻上交国家 说着就到来了一些 庚哥的个人情况 不过我要先声明 这些是他告诉我的 阿美表示 庚哥是个壮志难筹之人 据他阐述 他天生运动神经发达 上高中时就曾参加棒球队 并以全国冠军为目标 结果就在离甲子园还差一步时 他的肩膀突然受伤 被迫退役 但他没有放弃 又转行玩赛车 并以成为F1赛车手为目标 结果就在要跟车队签约时 他突然迎车过腿部骨折 只能再次退役 但他仍没有放弃人生的整活 手受伤 腿骨折的他 又转行去当大卫王 凭借满腔热血和超人的毅力 他再次取得一定成绩 结果就在准备参加决赛冲军时 他的胃又突然出了问题 庚哥表示 这世上真的有神明的存在吗 就这样 庚哥再再次退役 而经过这三次的打击 庚哥终于自暴自弃 于是破碗破摔 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 这故事告诉我们 在米花正路是走不下去的 果然啊 人手不当行业后 庚哥开始顺风顺水 这故事告诉我们 有时不是努力不到位 而是方向没选对 就在庚哥即将走上 无法挽回的道路时 天使对他露出了微笑 他和阿美相遇了 从此 庚哥改过自信 虽然经历诸多坎坷 但总算成为了一个 运动用品店的店长 你永远不知道米花的一个店长 过去有多少经历 身上又没有案底 而这一当就是十年 等等 现在他34岁 也就是说 他经历了三次人生挫败后 归来才24岁 真能折腾 阿美表示 当时周围都是反对的声音 但他们还是义无反复的走到了一起 小兰比天道了 打听二人结婚的契机 阿美解释 当时庚哥拿出了一盆玫瑰花 说结婚吧 这让小兰天晕了 太有诚意了 你的先生真的非常认真 小兰今天怎么拿的原子剧文 不过不同的是原子看人不准 说话间 阿美也满是甜蜜 毛利询问阿美 庚哥生前有没有异常表现 这让阿美详细 庚哥曾说 如果突然拿了一大笔钱 你想做什么 克兰小兰这边 二人发现 庚哥有很多奖杯 似乎真的颇有精力 电视柜上则摆着 九幅二人的合影 每一幅都很甜蜜 时间回到当下 毛利根据经验 当即就猜测这是一笔赃钱 所以搜起了米花的盗窃抢劫案 结果你猜怎么着 词条根本看不完 克兰提示可以添加一些限制条件 比如说案件的案发日记 或者犯人数等条件 在米花镇搜个抢劫案 要精确到哪一天才能搜到 小兰表示 车祸是三个月之前 案子自然也是 然而 三个月前より 可この事件 嗯 まだまだ多いな 迂着毛利又精确到 赃款为两千万日元的那种 这果然让他们搜到了 三件 原来三个月前到半年前 米花亭发生的赃款为两千万日元 并且仍未解决的案件 一共有三起 分别是银行抢劫案 珠宝店抢劫案 和结婚诈骗案 毛利认为 只要调查哪一个是根哥做的就好 这让小兰觉得有点不妥 怎么可以直接认为 根哥是三起案件的犯人中的一个 没错 他有可能是别则案件的 但毛利觉得打查不差了 不然两千万日元打哪来的 小兰提了个概率大的 会不会是 中彩票 没错 就在几集前 大和乌小笔下就有个男的 中了整整十亿日元 区区两千万 有什么难中的 大部就是赌码 你不是常常赌吗 可惜小兰怎懂中年人的艰辛 赌码很难的 毛利决定深入调查一番 反正总能找到答案 首先来到了米花银行 银行方十分配合 到来了半年前的强案 指缘中芬哥和一言禁术 就是那日的当事人 想到当时的事 他们仍回味无穷 热血难忍 看来保险没上外 周峰哥表示 强匪一共有三人 接待着面罩 并以外语交流 克兰询问 是否还有当时的监控 二人立刻提供高清库存 而监控中 克兰注意到 三个劫匪的手上 都有一个一样的纹身 看来他们是一个家族 这些强匪这么高调 竟然都带不到 克兰指出 纹身的图案有点褪色 想必应该纹了很久 那没有这种纹身的根格 应该就不是犯人 第二战是结婚诈骗案 当事人是一个富货 从他的好战来看 实际上是他仍然有点生气 手机来 这是不是忘了画手 也以为是大和乌小的举本 做话就可以污里头 只见手机里 是肉麻的聊天记录 原来这是一场杀猪盘 不仅骗钱 他欺骗了富婆的情感 富婆小姐姐表示 当时对方天天跟他热情表白 嘘寒问暖 但每次约线下 他都说突然有事不能来 幸好袭击 隔几百几会回来一次 不然小兰很难不怀疑 他是不是落到了免被人手里 现在是境外作伴的一员 手里一堆业绩 不过虽然没见过面 但聊久了 倒也准备要结婚 然而这时 对方又说他的亲戚 突然身患恶极 急需一笔钱治病 富婆姐姐就给他 凑了两千万日元 吃一切长一智 不过看你这样子 好像还是不太清醒 结状 小兰觉得这个诈骗犯 说不定是个女人 因为其潜词造句 虽经过演示 但还是隐约透露出 是出自女性的手臂 你忘了奇怪的巡人事件 别小看感觉的力量啊 说起来 其实感觉 就是一种生活经验的总结 柯南显然已被直觉打扶 他进一步指出 这个人还可能不是年轻人 因为用词 有点旧时代的干脚 这个富婆没说错 确实浑身都是破绽 于是毛利只好判定 这个案件也和根根无关 最后是一桩珠宝抢劫案 自然人根据信息 聊到一条熟悉的商业街 发现受害者竟然是 熟悉的珠宝店 那就是在部门会挂事件簿里 被客男日夜惦记 最后终于被偷了一只手表的 金子宝石店 你看我说什么 我早就说大和我小 要开始和自己联动了吧 他现在甚至联个不停 毛利太度诚恳 老板的回答令人心酸 开在这种地方 怎么可能只被抢一次两次 三次四次 五次六次 客男惊去了下 说是三个月前 被抢走两千万现金的案子 这个老板眼睛都失去高光了 抢麻了 老板表示 那天他正好在做一单 用现金交易的生意 销售额也全部放在店里 所以劫匪才能一把抢走两千万 他不由得怀疑 这个劫匪就是冲着这两千万来的 三人照就要求看下监控 监控仍有保存 而就在老板快筋的时候 客男看到了一张舒适的脸 原来就在珠宝店遭结前不久 跟哥前来光顾过 他站在展柜前 对着一排珠宝露出微笑 似乎志在必得 回去路上 小岚垂头丧气 一种迷之感觉让他不肯相信 但种种巧合 让毛利只能选择无形 于是他让二人先回家 他要把根哥可能抢尽了珠宝店的事 报告给委托人 看着老父亲坚决的背影 小岚心虚不已 不禁挠不起阿美听到答案后 那悲伤的表情 有道是言者无心 听者有意 听到表情二字 客男突然想起了监控里根哥的表情 眉目舒展 嘴角微笑 这居然还要别人提醒 和一顿沉思 我看你就是在选择性推理 说者打了个电话 要确认什么 而答案是肯定的 画面一转 二人小跑着 要去赶紧劝阻毛利 要不是是给毛利也打个电话 他至今有电话 可兰表示 他早前把这件事报告给了洗衣机 而就在刚刚洗衣机回消息了 小岚表示 你怎么在做我的工作 而结论是 毛利的结论是错的 这让小岚大惊失色 一时想到因为信誉丢失 而锒铛破产的严重后果 接着毛利会因为毒马 把存款赔光 最后三人过上悲惨的生活 这么悲惨 居然还每个人都有鱼吃 话说柯南来之前不就是这样吗 来之后不过多添双筷子 多钓条鱼 向这加快了速度 那种事绝不允许 况且那个错误的答案 会影响阿美心情 挫扎完后 二人就上了出租车 所以刚刚那个地方是打不到车吗 接着柯南建议 还是给毛利打个电话 终结日举好的两大敌手 习程车和电话 然而电话似乎没什么用 毛利这边 一场错误的收尾 仍在有条不紊的进行 于是二人下了车后 又开始狂奔 明日热血了起来 阿美家这边 毛利说好开场 正要报答案时 门顶及时响起 夸掉了夸掉了 我还以为一脚足球从外面飞进来 直接进入沉睡 不是 柯南开始了推理 我们来到哪了呢 您说要告诉我一件遗憾的事 哦 确实很遗憾 因为 原来就在刚刚 柯南两个电话查明了一切 那就是 根哥这2000万日元的真正来源 和擅自演乱那种线片剧本的不一样 这次结论竟有迹可循 柯南表示 他临近一动 就搜索了半年前到三个月前 成交额为2000万日元的拍卖品 结果果真搜到了一个和根哥有关系的 那就是 舒马赫首次取得冠军赛时 佩戴的头盔 原来 还记得根哥过去是个赛车手吗 这就是他赛车生涯时 舒马赫送给他的 上面还有一个 舒马赫亲自写的 给根哥的凸签 好小伙 谁出你的梦想生涯尽是遗憾 一言一蔽之 这个2000万清清白白 柯南解释 他猜测 根哥是为了购买他们的10周年纪念礼物 所以卖掉了头盔 礼物想必就是金子珠宝店的一枚戒指 因为我注意到他当时的表情 识本亚萨西 你之前还怀疑他是劫匪呢 看的是 他一定是个亚萨西的结尾吧 不 柯南指出 还记得老板曾说 结尾似乎就是冲着现金来的 那么盯着珠宝的根哥 就不是怀疑的对象 居然这么正常 大和乌小的剧本 我更倾向心抢老板的钱 再去买老板的珠宝 柯南解释 这个他也有依据 那就是电视柜上的旧账合影 还记得阿美说 他们在一起10年了 所以柯南猜测 那些都是结婚纪念日的照片 而今年的纪念日照片还没拍 小米根哥去世前 纪念日正要到来 为此他不惜卖掉 珍藏多年的宝贝 那为什么把钱包报纸里藏起来 可能未来几十年的礼物 都要指望这坨钱吧 一是敢把人逼成了傻样子 说着 柯南亮出了手机里 根哥生前订的戒指 这让阿美痛哭流涕 感动不已 这个案子最终还是走向了治愈 但这个画面 很像那种传统巨型 最后 以此为信机 毛利写出纲目 解决了那三个半年没解决的案子 原来银行抢劫案 是外籍犯罪团伙作案 杀出盘案 犯人则是富婆的一个女性朋友 珠宝店劫匪 则是那天来做生意的老板的儿子 喝着你抢的一大部分钱是你爸的 这不比先抢钱再买珠宝还离谱 更离谱的是 有这种业绩的高木老弟 竟然还是个老弟 不看高木不是犯过错这么简单 身上多少还有点暗笔 这就说到这了 再见